继续来关心民进党县党部主委选举的消息 候选人三星乡长黄熙雍 昨天在立委张川田遗孀杨惠美女士的站台下 在宜兰中山公园发表参选理念 张川田的遗孀杨惠美还特别送了一瓶种子 期待种下绿色小草 延续张川田的党外精神 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民进党就要举行县党部主委选举投票 参选的三星乡长黄熙雍 和支持者来到宜兰中山公园教室 提出翻转县党部的改革理念 冬丸也有很多万坛 也有很多基台 但是我们发觉到 这个基站当中 也有很多主称的冬丸 选择来立开 在他们口头当中 我们能听到这些主称冬丸 对民进党的基台 但是感到很无奈 我们最近小英总统就已经要来成绩了 当时小英的五大改革目标 也当时要来挽动 我想应该广东部 地方东部 应该成为小英改革第一理路的先锋 而且也要作为民意和积政的供应 因为广东部在公寺挂水能源之下 所以它的功力越来越消极 在这个已经渐渐成为一个 在我们这个提名 而选择的一个建筑之地 所以西方参选的目的 希望可以来反转东部 来和东湾来更大参与 来听出到东湾的心声 而且我们一定要去关怀 尽住亲的东湾 我相信这样 民进党才能够好基层 来感动 才能够找回以前的热情 挑战现任者 黄锡雍请来前立委张川田 遗孀杨惠美立挺 杨惠美还送给黄锡雍一瓶种子 期待种下绿色小草 延续党外精神 因为西方这次参选董的主委 因为西方都是在川田 政府兵为基站这样做 也受到三星 三星 大家庆庭 为人民代表 这样做 做到 他做到有声有色 都是以水牛的精神 这样真的打拼很厉害 我今天是用种子来赠送给他 是希望说他能在这个位置上 能多听听党员的心声 然后再能栽培一些新人 因为现在好像断层的很严重 这样子 能栽培一些肯为这个我们 那个相亲服务的人 让他能出来 这才是我们的福气 主委改选由林静才 黄锡雍两人登记参选 党部接下来会由谁掌舵 5月22号投票日揭晓 宜兰新闻起者黄竹恨从不倒 赶紧邱织 credits